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2012年安心亞變電影咖 電影初體驗就是女主角 白天在公仔店上班穿女服裝 晚上在KTV打工 壓力很大啦 看到她就會覺得她其實很開心 但其實內心有心事的那種 所以就是跟我的個性還蠻像的 所以演起來還就是不算太難 就還蠻幸運的 也完成配音初體驗 動畫馬達加斯加3的新角色 美洲報糾糾 因為我興奮的時候 聲音會容易破音 那我就是一直破 一直破 一直破 然後聽到破音的聲音 就自己很想笑 後來就是終於有錄到一個沒有破的 對 就成功了 我只是想謝謝你 當時讓我們上火車 聽著獅子先生 這個馬戲團是我們的一切 就知道她在笑的時候 然後她就呵呵呵 然後我就跟著她呵呵呵 然後超吻合的 然後她那個 她不是有那種翻來翻去 然後就是咬那個竹子嘛 呃那個有沒有 我那個呃的聲音也超吻合的 一次OK 從模仿節目開始 安欣雅幾乎每天現場演出 差蠻多的耶 就知道檔裡面就是誇張啊 然後要快速的讓觀眾知道 你要表達什麼 就沒有什麼內心戲 大家好 呃 我就是韓國最有氣質的人氣女星 什麼事情都很會喬 很會喬的 更會喬呦 第一次就覺得說 盡量不要cue到我 盡量不要cue到我 我一方面難過的是說 日本人的東西都被搶光光了呦 另外一方面我難過的是 架上剩下的 是我們韓國的泡菜泡麵人喔 我模仿完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幹嘛 另外一個難的就是主播 因為我會緊張 沒有民眾男性民眾呢 想要嘲試 所以 如果要講話流利 我就會莫不得緊張 然後我就會卡詞 卡詞之後我就忘詞 忘詞之後我就傻掉 呼籲男性民眾呢 如果穿C字褲上台的話呢 要小心加強 然後就像那個房屋說 對不起 我掛了 轉型的企圖心 從穿著就看得出來 發第一張唱片跑宣傳 安心亞的好身材也如影隨形 最近兩個月 越穿越優雅 宅男女神越包越緊 不是露啦 就是展現一個美的東西 藝術 對對對 把自己想像是藝術品 漂亮的衣服我都會穿啊 那如果太性感的衣服 你要選擇什麼時候穿 太性感的衣服啊 選擇就是大概拍鞋徵集的時候 不是 穿著比基尼拿著衝浪板 想看她的好身材得進戲院欣賞 2012年女神們在大一幕較勁 根據我的分析 她根本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怪 聰明的女神 很有自信的一個女神 跟我品嘗的百分之大 今年4月上映的女孩壞壞 大圓賣力配合 全台票房只有新台幣550萬 她再接芯片 演小三跟切安珍搶藍總監 你想到了對手 你還要加把勁喔 瑤瑤特地為電影吃素瘦身 郭水福全是爭議感的記者 女配角很搶眼 來吧拿來 你幹嘛 拿來啊 你工作不要啦 你這麼想要這個新聞 自己上BBS找啊 你 會不會啊 複製貼上 那被人拋棄了 你又該有什麼態度面對 承受 人心上眼睛數到一百 慢慢張開來 有肯定就好了 一點點就覺得 是安心啊 會演戲這樣就好了 我目標橫笑 我目標橫笑 完全就是有人說 欸 她現在演得不錯耶 這樣就好了 TVV的新聞 陳偉毅 李明晨採訪我們大